最新的视频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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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 也就是要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因为中国有接近14亿的人口 中国政府为此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是 中国的政府 无论是从中央政府 还是到地方政府 都一直重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把农业把解决人们的吃饭的问题 放在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的 首要的位置 就是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 第二就是中国为保证粮食安全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鼓励农民以及其他生产者 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以及鼓励地方政府 重视和支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也就是说 我们解决粮食问题靠政策 第三一点就是 这些年来 中国在农业技术装备 以及生产者 经营者的技术培训方面 采取了大量的措施 现在中国的关于农业的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已经超过了50% 中国的农业机械田间作业率 也接近了60% 那么这也是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就要考科学 我想还有一点就是 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 以及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都对农业 特别是粮食的生产给予支持 包括国家财政 也给予了大量的投入 改善了农业的基础设施 包括农田水利 以及农业的生态环境 特别是防灾救灾 因为你知道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多的国家 那么这个方面也采取了 每年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我觉得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粮食 现在是中国的收获的季节 今年中国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那么我想 这些措施 这些方面也支持了中国的粮食 这个十年增 今年有可能十一年增 从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 以及中国的农业部 将为继续的加强农业 保证粮食安全而不懈的努力 谢谢 南南合作 是FAO 这个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支持 这个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 一项粮食安全方面的 以及粮农事务方面的 一项重要的工作 中国方面 可以说积极的响应 参与 并且和粮农组织 共同的推动了这项工作 我们认为呢 粮农组织这项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在实际的参与 和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当中 已经体会到了 这项工作的意义 两种组织的两任总干事 都是我的好朋友 迪欧夫先生 和现在大西罗尔先生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应该说 中国政府对这项工作 也是非常重视的 李克强总理 这次马上要即将访问FLO 这个同时 他要发表演讲 这本身就是 对全球粮农事务的 这种关切 对FLO工作 以及南南合作项目的 重视和支持 这体现了中国政府 这个重视和支持 从中国方面讲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 发展中国家 我们很愿意在解决本国的 粮食安全这个问题的同时 力所能及地支持 那些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包括你提到的塞拉利昂 这样一个国家 我也曾经作为中国 国家主席的特使 到访过塞拉利昂 支持这些国家 来共同努力 来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 改善人们的食品的 营养的状况 那么我们呢 也很愿意在 各个方面 就南南合作 这个框架下和FLO 来加强合作 包括中国 现在已经派遣了很多的 农业技术专家 技术人员 到这个按照南南合作 这个框架安排 到这个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两样状况 还没有彻底改善的国家 去工作 同时中国的品种 以及技术 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 应该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得到了两种组织的 这个高度的评价 同时也在那些 这个帮助的国家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我们想就将 在此方面 以及这个拓展相关的领域 继续来支持和参与 这项工作 我们希望南南合作 能够取得更多的 更大的成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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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